各位来乡亲大家好 欢迎去收看这期的国语新闻 新闻一开始就来看重大的交通消息 经过苏澳地方长期的争取 行经平邻的苏澳到新店的国道客运加入营运服务 并且在今天举办盛大的通车典礼 而办事实相当密集 为大众提供新店往返罗东跟苏澳 更加便捷的客运服务 在精彩的武师表演之下 为苏澳到新店国道客运服务带来好彩头 这条由大都会客运以及台北客运联营筹备的都会执行国道客运 从今天起投入营运服务 路线规划由新北市捷运大平林站发车 途经国道3号国道5号到罗东转运站 再经过台9线往东山行驶到苏澳火车站 其中每小时整点班次还停靠平林 服务新店往来罗东苏澳的乡亲旅客 很多宜蘭的乡亲到台北去的时候 都是走北宜 北宜最先到的是哪里就是新店 所以很多我们宜蘭的乡亲都落脚在我们新店 综合永和这一带 等于在那边工作在那边生活 所以我们这样路线未来 对我们在台北宜蘭的乡亲 是非常方便的一条道路 一条非常方便回家的道路 它是唯一在目前国道 唯一可以中停在平林的 但是我们这个一些小时 就是中停到平林 一个小时一个班次 这个我们就把台北跟平林 跟宜蘭这边整个 它观光事业就把它串联在一起 我们平时39部Scania Scania的这车子是世界上最好的车子 以前我买的是Scania K380 K380 现在是出了新的最新的K400 那我们这一批车子全部都是K400 未来我们自由经济示范区六港一空 其中一店就是我们苏澳港 所以未来来这边工作 或者是来这边打拼事业 来这边游玩的人会越来越多 今天我们台北歌运 跟大都会 这个经营绩效 全国第一名的 正式要公车 所以啊 这本以来 我们大家的机会 我们的大拟 终于啊 有了一个成果 这个通勤也好 那么这个到 我们全省啊 这个交通运输方面 能够非常提供非常大的 这个服务 这条路线营运时间在新店端 为每日上午6点到夜间的11点 而苏澳端则是每天上午5点半到夜间10点半 平常日间风每8分 离风每15分 历假日全天8到15分一个班次 班次相当密集 收费部分则是苏澳到新店全票180元 新店到罗东为120元 班次的话非常密 那在平常路的话 最少有165个班次 那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它会打到216个班次 也就是哦 在兼用时间8分钟的话就有一班车 这样的话 我想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来 国道车运部件 大多位客运在新店罗东 苏澳共设有三处后车空间 提供乘客购票又有卡加值 惯喜以及凤茶的服务 以提供安全舒适便捷的国道客运服务 一旦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 接下来我们 Ч wider